事實上在中國大陸疫情還沒控制之前 其實台灣還是隨時都在危險狀態 畢竟他就是你的旁邊 所以我們要維持這種每天一個一個情形 要拉拉拉拉到中國大陸疫情要不要真正控制 台灣要不要真正解除危險 所以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是處於在危險狀態 所以在危險狀態辦正事要緊 就不想跟他們口水戰 講講笑話會啦 但是不要真的去跟他鬧什麼